紐約市場可能是 美國的公共通行的主席 但街道仍然像這樣 世界級大城市紐約 街道塞的水洩不通 塞車已經是通勤族的日常 你們有多久坐在這裡嗎 多於一小時 大概要四個小時 根據全球衛星導航定位公司 2023年全球交通指數報告 在紐約開車行進10公里 平均得花24分鐘50秒 不過嚴重的塞車問題 有望在今年得到緩解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董事會 投票通過全球首項塞車費計畫 預計從6月起 對駛入曼哈頓60街以南車輛 徵收費用 除了身杖車消防救護車之外 大多數私人客車平日上午5點到晚上9點 須至少繳納15美元 將近台幣500元 大型卡車和巴士的收費 則是兩倍多 最高為36美元 相當於1140元台幣 塞車費上路後 無論是開車或搭車進曼哈頓 中下城的民眾 都得花更多交通費 我們不能支撐 這是很多錢 所以他們想要 我悄悄 我不想坐在車上 這對我來說不健康 這對我來說不健康 曼哈頓中下城企業與商家秘籍 包含華爾街 自由女神像 世貿中心等 紐約表示每天有超過90萬車輛 進入曼哈頓商務區 開增塞車費 不只鼓勵民眾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預計每年可以籌措高達10億美元 將用來改善大眾運輸系統 大新聞張力編譯